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在2002年的时候 我离开台北,然后到桃园来定居 那个时候呢 在台北的离开一个月薪水 大概将近四万块的工作 然后到桃园来的时候呢 一直找不到将近四万块的工作 那时候怎么找都只有三万以下 或三万出头一点点的工作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又回去当业务好了 所以呢,我又到一家台湾蛮大的一家ERP 电脑业、资讯业的那个ERP的软体设计公司 叫鼎芯电脑 好,结果我去的时候呢 那个老板就跟我讲说 你要当业务,还是要当服务人员 那我那时候想说哪一种薪水比较高啊 当然是说业务薪水比较高 而且底薪就三万多块钱 那如果成交的话呢 再加上奖金啊 那可能超过四万块 甚至破五万块 哇!我那时候想说太棒了 有机会破五万块的话 那我依照我那个年纪 我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时候 我想说 那如果薪水可以破五万块的 那我那个月应该就会比较好过 所以呢,我就去当业务员 结果呢 我去了大概一个一两个礼拜之后 我发现啊 其实客户不喜欢我们业务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里面又有顾问 顾问跟业务还有服务人员 这三种角色是不一样的 服务人员呢 是专门去帮忙安装软体 然后测试软体 那顾问呢 是专门帮他们解决使用上的问题 还有整个流程的问题 那业务呢 就只是负责电话开发 然后溢价 然后成交 所以呢 其实客户他不会很喜欢我们业务员 他最喜欢的是顾问 那顾问的薪水呢 比我们高很多 那但是他们不是用业绩奖金 而是说今天到了 到了客户那边去住点的时候呢 可以帮客户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客户就很喜欢顾问 而且顾问每次去呢 都一定会有每个小时的终点费 就是客户要付给 要支出的 要付给这个顾问的 那我那时候才开始觉得说 其实业务 如果他要能够让自己的地位 在客户心目中的地位 能够拉抬跟顾问一样的话 那就必须要有专业 能够帮客户解决的专业 所以业务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业务必须要提升自己的专业 也许不需要等 不需要到顾问的程度 但是至少要比一般的业务员 有更高的顾问能力 去帮客户解决客户的问题 提升你的专业能力 其实这个才是让客户喜欢你的方法 嗨你好我是刘奶爸 昨天有谈到做一个业务员 要做的有价值 所以呢 因为在这个顶星电脑工作的那两个多月 事实上我只做了两个多月 那为什么只做两个多月呢 因为到第三个月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可以创业的方法 你又答不出来 我不晓得这个软体成本怎么计算 应该怎么使用 那软体应该套用在什么 SOP的状态下 都答不出来 所以客户会觉得 会觉得说 你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浪费我的时间嘛 打过去人家一问三不知 那你打来到底要干嘛 我们就是想说 可不可以约个时间 然后过去跟您拜访 说明一下我们的软体 你什么都不会 你要说明什么软体 那个去的时候呢 我们会带顾问过去 你看一个业务员 电话开发 电访的时候 陌生开发的时候 那个无力感 你知道有多么难过吗 告诉客户说我们要去拜访 可是客户问你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的工作只剩下一个 就是跟客户敲定时间 然后呢 还要很卑微的去拜托我们的顾问 那个大哥 你什么时候 这礼拜 礼拜几有空啊 我们要去客户那边拜访 然后好不容易约到一个客户 这边外面的这个客户好不容易约到了 然后里面还要拜托顾问 有没有空 两边都有空的时候 我们才能过去一起拜访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业务员所做的事情 可是呢大概在两个礼拜 两个月之内啊 我两个月之后就离职了 我在大概第三个礼拜之后 我就抓到一个技巧 这个技巧呢 我们会在社团里面公告 那如果呢 你对牛奶爸说故事的这个单元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社团 这个社团呢 是采用付费的方式 为什么要采用付费方式呢 因为你就把它当作你在买一本书 当作你在买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 比一般市面上的书稍微贵一点 但是呢 他其实时间很长 因为我大概会花一年的时间 每个礼拜呢 我会录制一段影片 大概像这样子 我会讲解我过去 为什么换了八份到九份工作 为什么会讲八份到九份 而不是确切的数字 因为其中有一份工作 我始终没有公开跟大家说 你在网路上搜寻我的名字 你可以找到我过去 曾经做过的每一份工作 但是有一份工作 我没有说 那这个呢 我也会在这个社团里面去公布 这九份工作对我来讲 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他从我过去 身上没什么钱开始创业 一直到现在整个心路历程 经过了很大的波折 那中间很多很痛苦的时候 然后呢 社团里面也会讲到一些 我从小到大 因为我小时候的记忆 到现在还蛮多的 那个记忆的片段还蛮多的 从我大概四岁以后 稍微有点记忆以来 然后到我幼稚园的片段记忆 一直到我小学的每一年 到现在都还有一些记忆 一直到我国中啊 然后到高工到专科 然后到现在的生活 中间的工作等等 我在这个社团里面 我大概会利用一年的时间 然后慢慢录制这样的影片 所以你就把它当作你在开本书 只是说 他是每个礼拜一段影片的方式 那影片长度呢 有可能是十几分钟 有可能是半个钟头 那如果较高的 搞不好讲到半个钟头以上 那我是希望呢 在每一段影片 给你人生一些启发 因为我发现在这四十几年的生活里面 这个生命里面啊 我经历过很多事情 那这些事情呢 跟我造成我现在的生活有关系 那如果你很喜欢我目前的工作方式 生活方式的话 那你想要多了解一点 你就当作买本电子书 那这个影片呢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Facebook的社团里面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这个社团目前你加入的话 是52段影片 我相信这个字数 绝对超过三本书以上 所以是值回票价 那里面有讲到很多 我的心路历程 这些心路历程 对你到底有什么帮助 我想如果你已经认识我一段时间的话呢 对你的创业应该蛮有帮助的 还有对你的人生观价值观 应该会有蛮大的帮助 那如果你是刚认识我的话呢 你可能还不太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那所以呢 我在八点档放出这支影片 还有这个讯息的时候呢 如果你会想要加入的话 那表示你可能已经认识我半年以上 或者是follow我的讯息可能一段时间了 那总之不贵 非常便宜 跟我的懒人包课程比起来非常的便宜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我相信对你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赶快点击以下的网址 赶快加入 OK 有兴趣的话 再赶快加入 没有兴趣就算了 好 我们不强迫 不强求 有缘再相聚 OK 我是刘奶爸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今天主要来分享一下 我以前所接触到的很多 直销公司的一些案例 然后我本身呢 也经营过很多家传直销公司 我在第一次踏入这个产业的时候 传直销产业的时候 是在二专毕业的那一年 那一年我刚好二十岁 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太棒了 那要怎么买 他说这个是月复制 跟手机一样 跟现在的手机一样 跟那时候的BB Core一样 每个月几百块这样 他说每个月单价不低 要八百块 那时候二十岁 八百块 在那个年代会带传物机的人 大概都是上班 做事业的 做业务的 那我们一个学生才二十岁 而要那个东西干嘛 人卖很广吗 还是你朋友很多吗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 要做这个事业 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而且他这种是用直销的经营模式 我第一次听到直销经营模式 搞不懂 他说这很简单 就是我一个月缴八百块 可是呢我的第一个朋友 使用的时候呢 他一样每个月缴八百块 但是从中间会拨一百块给我 所以呢我只要找到八个人 八个朋友是我的下限 那每一个人每个月 会有一百块的奖金到我身上来 所以我是不是等于免费 我就觉得这个太棒了 而且那个 我觉得那个功能 蛮新奇蛮有趣的 而且蛮实用的 所以我可以介绍很多人 我就把回家之后 就把我的那个专科的 那个毕业经验测 然后高工的毕业经验测 国中的毕业经验测 小学边见测全部拿出来 然后全部打一遍 把同学都约出来 然后 如果你知道我在网络行销 的做法的话 我会对这些科技工具 都有一些 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些应用方法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在语音留言里面呢 我就跟 我就打电话去跟朋友讲说 我跟你说 我有一个随身攜带的电话号 那你要找我的时候呢 你不用打我家里的电话 你只要打我这支 号码 然后你在里面 留言 告诉我 你想跟我讲的话 我会有那一个美梦 是因为坐在我旁边的 那一个大哥 其实他才大我一岁而已 他一个月 那个时候一个月 净赚十几万 我20岁的时候 听到一个月 净赚十几万 那是多么恐怖的收入啊 这么年轻的人 所以我就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努力 之后经营的很多家 船只销公司里面 我看到的大上限 我很少看到那种 真的很轻松的大上限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理想状态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非常认真的经验 然后呢 我就写了一篇blog 很多人看到那篇blog 很多人从那个blog 来找我 变成我的下限 结果呢 啊 这家公司啊 原来是一家吸金公司 后来我跟他们讲说 赶快给我拿掉哦 不然我就请律师 依法处理 不好意思啦 误会 误会 误会个屁啊 误会 明明就是故意的 再去仔细的思考 自己未来的路 到底要怎么走 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船直销 或者是你要不要自己 干脆开一家船直销公司啊 你好 我是刘奶爸 今天是我们的牛奶爸说故事 的第四集 被抄袭怎么办 到韩国去批货 还是到大陆去采买 然后批回来之后 他觉得别人都没有一样的东西 所以上了拍卖去买 那可以卖得很好 但是呢 过不了多久 就被仿冒了 因为人家可能就找到货源了 所以去找到跟他一样的东西 所以就跟他卖一样的产品 甚至价格比他更低 杀的更低 那这怎么办 被模仿被抄袭 那这种案例呢 真的是屡见不鲜啊 尤其是这个产品 如果不是你自己开发的 那更容易啊 因为你开发可能至少你还有一些 撇步在里面 别人 你不放货给别人 别人还拿不到东西 因为别人不会制造那个东西 不会开发那个东西嘛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去批货 去跟别人买 那只要别人看到了 譬如说你卖这件衣服 别人只要看到了 OK 他知道这个衣服是什么牌子 他可能跟你买一件就好啦 然后他就直接到那个原厂去买啦 那就跟你卖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这种案例实在太多了 那我们现在来讲几个 嗯 这个 这个其实有解啦 但是 我们等一下来讲